大家好 我是白帆 欢迎收看今天的简要新闻 纽约消息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二发表声明 呼吁各国政府继续敦促中国官方 立即释放刘晓博 人权观察亚洲部负责人苏菲理查森女士表示 中国当局对刘晓波进行公开审判的唯一目的 就是要将赤裸裸的政治压迫冠于法律程序的美名 理查森女士说 中国当局对刘晓波这一案 其实早已下了结论 起诉刘晓波是对正义的讽刺 据报道 刘晓波在2008年12月8日被捕 一年多后才被起诉 根据中国的法律 刘晓波将面临最高15年的刑法 本台消息 据中国民间维权网星期二报道 刘晓波案将于星期三上午9点 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的消息传出后 部分敏感人士已被国保人员警告或软禁 国内网络对刘晓波及有关零八宪章的内容更是严密封锁 但是 社会各界人士仍纷纷以各种方式声援刘晓波 有网友开始发起与晓波同行的黄思带行动 呼吁大家佩戴黄思带前往法庭旁听 呼吁身在外地的网友到当地政府抗议 本台消息 湖北省前江市政府大门日前被60余位残疾人士封堵 他们有的拄着双拐 有的开着残疾人摩托车前来抗议 这是他们自今年5月以来第10次集体封堵市政府大门 市政府从6月份开始将全市所有的人力机动三轮摩托车全部取缔 有近2000人因此失去工作 其中包括这60余名残疾人 经过谈判 市政府部门已经明确表态 元旦前后一定会把三险落实到位 本台消息 中国一批学者联合陈独秀研究会 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申请新青年杂志复刊 申请报告已经发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 并报国务院温家宝总理李克强副总理 新青年还未复刊 一些参与者已经遭遇麻烦 11月26日 南京大学副教授西金芳 江苏省政协离休干部强建忠 以及山西林坟学者张树斌等人 在研究复刊事宜时被南京警方冲击 多人被传唤 并查扣一些资料 本台消息 湖北省隋州市城南新区村民 日前集体到隋州市政府抗议 为挨打村民讨说法 12月20日 白桃村三组数十位村民来到他们村里的山上 阻止开发商私自强行挖他们村山上的石块 开发商随即喊来一二十名有黑社会背景的社会青年 对村民进行殴打 双方发生冲突 村民陈忠和等三人被打伤 本台消息 中国战长维权联盟网于近日发起行动 进行抗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限制CN域名的万人大签名行动 中国战长维权联盟网在公开信中表示 国家顶级域名的注册是国家开放给公民享有的基础社会资源 任何个人 任何机构都不具有剥夺其他人享有注册或占据垄断的特权 台中消息 海峡两岸第四次制度性协商星期二在台中市举行 台湾的海基会董事长江炳坤和大陆的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出席了会谈 第四次江城会原定签署四项协议 但是只签署了三项 有关租税协议临时叫停 联合国库刑问题特别报告员诺瓦克 星期二指责柬埔寨政府遣返20名寻求庇护的维吾尔族人 违反了反酷刑条例 诺瓦克表示 他呼吁中国官方根据国际准则 人到底对待遣返的20名维族人 即使判处他们有罪 也要经过司法程序 同时联合国少数民族问题高级专员麦克道尔女士 也敦促中国政府允许联合国的人权专家调查新疆的紧张局势 伦敦消息 英国首相布朗日前致信中国政府 对英国人沙伊克因为贩毒即将被执行死刑表示沮丧 布朗办公室发言人表示 英国首相和外交大臣在各种场合向中国领导人提到过沙伊克的案子 布朗首相呼吁中国政府表现出仁慈的态度 据悉 英国外交部已被中方告知 对沙伊克的死刑将在12月29日执行 沙伊克的亲友表示 沙伊克有精神方面的问题 以上就是今天的简要新闻 我是白帆 谢谢收看 再见